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武侠片应该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看的剧种 除了各种打斗的名场面之外 大家最喜欢的应该就是一些绝招 比如轻功 估计每个人小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武侠梦 梦想着自己能够练就一身盖世神功,行侠仗义 也可以拥有轻功来去自如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样的剧情也只不过是存在于小说和电视剧而已 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 可是我国真的有一位大师练就了轻功绝技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轻功第一人的陈诗行 据了解陈诗行最早是在武当山拜师钟云龙 武功天赋异禀,很适合学武 而且自己也特别刻苦 最终靠实力成了钟云龙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之前陈诗行曾经在五行山山门前展示过自己的轻功 他一下子就翻越了四米高的墙头 周围有很多围观群众 看到这幅场景之后 都觉得心生佩服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 原来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轻功确实存在 只是我们没有修炼到家而已 除此之外 陈诗行还现场展示了另外一个绝学 就是猴子捞月的招式 从名字也可以了解 这种招式都是模仿猴子 在山间快速行走 借助树木或者其他物体用手臂代替行走 速度非常惊人 两公里的路程来回只需要花费十分钟的时间 而且整个表演过程结束之后 道长的状态看上去一点都不累 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气喘吁吁的模样 而是像从来没有运动过一样 不愧拥有轻功第一人的称号 果然骨骼轻奇 内功深厚 视频最后来玩个小游戏 什么东西可大可小 智商八十的人才能秒回答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